所以我们就要来讲一讲省略的问题 上一刻我讲过省略就是不可以的 在法文中没有省略 也不是说绝对没有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最常用的省略就是 比如说我问你 你做作业了吗 你做作业了吗 那么有同学会说 我做了我做了 像这种其实都是错误的 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呢 因为 faire这个动词 其实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所有的极物动词 如果没有宾语都是不完整的 来跟我重复一下 所有的极物动词没有宾语都是不完整的 所以 faire在这个地方没有 直接宾语就是不完整的 正确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阿DU FAIT des devoirs Oui je les ai fait Oui je les ai fait 就是中文中我问 你做你作业了吗 嗯我做了 对不对 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作业 法文中就不允许省略这个作业 对不对 我一定要说 我做了他们 很啰嗦是不是 但是这就是法文的严谨 法文的严谨怎么来的 就是在细枝末节 尽量的去避免歧义 这里得来的 所以他每一次都尽量的 把每个句子做到完美 就好像我们写大写的那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会写大写对不对 想要作假的人就不会在前面或在后面填上一个零啊 所以法文也是这样 就是他把每个空都给你填起来 那么除了说我们上一个视频也提到过的 就是名词 我们是要用代词给代掉 不允许省略任何的兵语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代词 就是也是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 比如说你有几个苹果 那么我们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有同学会说 我有三个苹果 但是有同学会讲说 你的苹果上文中已经出现了 你有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呢 对 没有必要重复 怎么办呢 你能不能直接说 je 5 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 我们要说 je 5 je 5 就是我们说在法文中 如果你涉及到了一个量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量后面的这个名词 已经出现过了呢 你就把它用en来代替提到动词的前面 这个时候en指的是直接编语 但是呢是不特指的 直接编语但是是不特指的 与量有关的 如果是特指的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 le la les 对不对 但是后面这个数字 数量都是不特指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en来取代这个名词 你要说 je 5 je 5 a du destilu a du destilu 你有笔吗 oui je n'ai 5 笔 我有五支笔 je 5 je 5 你不可以说 oui je 5 en是不可以省略的 还有一个啊 比如说 你会画画吗 est-ce que tu peux dessiner ou est-ce que tu sais dessiner 你会画画吗 你可以说 oui je peux 有的时候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标准的说法还是 oui je le peux oui je le peux 所以你会发现说 le不仅仅可以去取代名词 还可以去取代一个动词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le主要是代指一个补充成分的 那么这个时候pouvoir和后面添加的是动词的补充成分 我们也可以使用le来取代这个动词 oui je le peux 才是比较标准的答案 同理啊 你看le都可以取代动词了 我们可不可以取代其他的词呢 比如说我们有非常经典的英文表达方式 你去相亲了 你看到一个女孩 然后说完了之后 你回到家家人就问她漂亮吗 is she beautiful is she beautiful 你要回答说yes she is 她很漂亮 yes she is 你把beautiful给省略掉了 对吧 那么在法文中这样的省略也是不可以的 那么你在法文中 重现下刚才那个对话的话 应该怎么讲呢 你应该讲说 es elle jolie es elle jolie es qu'elle est jolie 你要怎么回答吗 你要回答说 we elle le 我还是要用le来取代jolie这个形容词 we elle le 所以我们法文中啊 就根本不存在有说elle 这种表达方式 一定是elle le 才是对的 然后注意下这个地方没有华音啊 很多人跟我说 elle最后一个音也是le le 开头也是le 两个le 可不可以合成一个 不可以 在法文中没有省音 虽然说在一个单词里面 我们同样的一个发音要合成一个 但是如果是两个单词的话 是不存在形音的 所以我们这个词要读elle le sava 就是为了区别elle 让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个le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使用了le来取代了动词里面的动词原形 还有形容词 再说一遍就是法文中不存在任何省略 好真的不存在吗 特殊情况 就是有同学会说 as du manger oui je mange 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那怎么去判断 这个地方moji 你去查一下 它明明是直接极无动词 它没有不极无动词的样子 没有不极无动词的用法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对的呢 这是因为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 你会发现说 字典上 好一点的字典 发语出手就没有了 好一点字典上就会告诉你说 moji在直接极无动词的层面上 有一个用法叫做 absolume 有个标签absolume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可以在这里直接省略它的冰语的 直接冰语的 oui je mange 就意味着说 嗯我已经吃了 所以像这种用法 其实都只适用于比较常见的动词 比如说savoir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都可以直接省略它的直接冰语 但这不意味着说你可以省略所有的直接极无动词的直接冰语 一定要去先查了字典之后 如果确认了上面有absolume这个词条的话 你才可以这样做 这个就是今天视频需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我会策划更多的视频来回应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